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伙都认为一样东西是好买卖 大家全去干的话肯定要舍菜 穷人多嘛 如果穷人都知道那东西是好买卖的话 大家都去干的话那肯定是舍菜 大约进说要炼钢 把他们家饭锅都给砸了 都炼钢去 你看牛脸一看 一群全国神经病在毛泽东的带领下 前一段前两三年 股票 人人都说玩股票 咱说不能玩 不行 死结拜烈玩 连和尚也玩 十一岁的孩子也玩 现在都泄菜了 你网上你再也听不见 说十一岁孩子玩股票挣钱了 玩股票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个人挣钱了 交易所门口内卖茶鸡蛋的老太太 谁卖谁挣钱 里头的 我跟你说 哭爹喊娘的 就差卖裤衩的 我相信肯定就这么点事 最近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买房子 股票弄不了了 弄房子 说中国人的房子一定挣钱 傻瓜都知道 中国人的房子一定挣钱 所以如果是这个背景的话 那房子快塌了 结果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文章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为何中国楼市不会崩盘 你说得多少人爱听这文章啊 一听这题目 我跟你说 打心眼里高兴 高兴的连脚后跟那块村 脚跟那块村 乐得都能开了花 但它能是真的吗 可能吗 网上分析是这么讲的 文章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 买房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民爱好 这一句话就舍菜了 如果是全民爱好都买房 朋友我就跟您说一个实在的 您问问您周边的周边的朋友 大家出去喝酒啊 吃饭啊 平常说的都是买房的事 但有多少人真正掏钱买了房 有多少人在这一两年之内 今天换个房 明天换个房 说 喝完酒之后的说 怎么说都成 真正掏钱买东西 那是实货硬打硬的 所以您得问那硬打硬的有多少 和您自个儿是不是掏钱买了房 这个数就最准 文章里上来就提到呢 中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抑制房价 但是作用很小 文章里这么讲说 尽管各种举策都出现 但是中国人依然相信买房子 发财的游戏会继续下去 几乎没有中国人认为 房地产市场会有丝毫的崩盘的可能 这其中有经济层面的原因 也有利益方面的原因 其实这个现象已经足以说了 这个现象说出来 就已经否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 但是这篇文章呢 本身说的挺横 又是外国人英国人 所以大家听起来比较顺耳 文章里说 首先政府本身就是房价上场的既得利益者 地方政府的收入大多来自于卖地 如果房价下跌 那政府收入就肯定会有问题 所以北京高声宣布新政支持 而地方政府底下正嘀咕着如何破坏政策 所以我就说写这篇文章 这个人什么意思呢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对着干 然后他说这种对着干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就可以保证房价稳定 我问您 大家朋友听了这个说法 您不觉得心里别扭 还说房子一定会稳定 我讲的是挺别扭 那他接着讲 各银行也无视中央政府的愿望 中国的银行是由各地政府官员管理的 他们全是党员听从监控者的号令 然而在高级管理层之下 普通的银行职员则希望扩大放贷的规模 而且呢绕开对贷款增长的各种的限制 猫有猫到 数又数到 中央有政策 底下玩自己的 底下为什么玩自己的 挣钱 也就是大家一块给他掏空了 大家一块把炮吹大了 大家一块掏空了和把炮吹大了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自己能多弄点钱装兜里 然后甭管是买护照的做假护照的是留学的 以各种方式弄了钱出去 没错吧 这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的心理心理的那种景致吧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您说那房子能不哗啦啦吗 一定会哗啦啦 所以这篇文章看起来是正面说的 实际说的是反话 文章里还提到说呢 很多地方的呢 成功规避了中央政府的指令 他说今年以来 来自中央政府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强硬 内地银行纷纷把客户介绍到 这各家银行在香港的办公室 安排他们绕开内地的限制措施 保持资金的流动 什么叫保持资金的流动 这钱都跑香港那去了 从香港那出来就出国了 所以有钱的人全出去了 坑的是咱老百姓 然后他还提到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中国内地的实际利率仍然深陷在负值区域 也就是说他认为今天老百姓存钱呢 实际呢你越存钱呢 钱越毛 你别看他利息在增值 实际钱越来越不值钱 越来越不值钱什么意思啊 通货膨胀 对吧 通货膨胀的比率 这个速度 增长速度 超过咱把钱放在银行里的利率的所获得的那个速度 那个钱数 所以才会出现叫负值区 负值区说 也就是说老百姓越存钱呢 越不值钱 那通货膨胀率越高 那换过来他讲说 在这个背景之下会刺激的老百姓 更多的去买房子 我还是说那句话 这个扯 您买房子吗 您周围朋友买房子吗 您儿子买房子吗 您女儿买房子吗 您买房子的时候 多长时间换一手啊 再换个新房子 这就是最真实 所以当他这么一说 分析来之后 您反着一看说 北京的房子马上就啊 稀了哗啦 那华尔街日报呢 有另外一篇文章 维稳战术变化 透露出北京已经绝望 文章上来提到 毛泽东说的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所以中共当局从来不休于 采取任何暴力手段 对付任何已经过线的人物 但这些令人汗颜的活儿 通常都是避开公众的视线 私下进行的 比如劳改系统 但是最近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政府越来越黑帮化了 黑帮代表着各级政府 去出面行事 他们公开对那些 胆敢发出声音的 中国国民进行攻击 甚至攻击 试图对他们进行曝光的 当地或者外国记者 这样的做法将导致 保持当局缺乏公信力 从而弄巧成拙 自身瓦解 那他引述的就是 陈光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无论是曝光的内容来讲 还包括去陈光诚家 去采访的这些海外记者 被当地的保安暴打也讲 那具体的例子都透显出 中共在做这件事情 在迫害他自己国民的 所谓的国民的这件事情上呢 已经毫无遮掩了 那文章还提到呢 这样的事情不是孤立的 包括人权律师江天勇 在上星期三 跟朋友会面的时候 也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和拘捕 所以这一类事情 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关注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中共内部 黑帮性质的管理 所以造成了各级政府出了事情 一定会以更大的暴力行为 把他扼杀在摇篮当中 那文章里说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北京当局运用小流氓的做法 对付陈光诚 而这些手段却本身 就是违反了中国的法治问题 作为盲人的陈光诚 本人不可能有任何暴力能力 对比江天勇律师遇到的情况 和目前依然失踪的人权律师高之胜 所以都可以体现出 在中国大陆 法治体系已经非常脆弱了 脆弱的老百姓 已经无法依照法律体系 为自己求得公正 通过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 和能够统治的话 另外一点 就是一定是掩盖真相 CNN一篇文章 中国网民的创意 可以无限翻阅长城 文章说 如果你打进去 八九六四天安门的镇压日期的话 用八八六十四 或者说六一杠四 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一些令人震惊的公开的交流 对这件事情的交流 信息监控已经成为中国这六十多年来一种生活方式 是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猫捉老鼠的游戏进入了一种高度的艺术境界 所以文章里又展示出包括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 一位广州微博的朋友在微博上讲 我们原本二十二年前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最终失败了 而现在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另外一个国家的喜悦 憧憬着我们我自己的梦想 他指着六二十二年前的六四事件和对比今天的埃及事情 而中共如何控制呢 网上说中国的社交网 比如说人人网 是采用了多达五百个监控器 而所有这些监控器都集中在湖北的武汉 以确保该网站的留言 不会违反中国的信息法规 他把这些东西落实到地区 落实到具体的人 就变成了人人都成为了扼杀人们言论自由的凶手 但是人人又渴望着自由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网上有篇文章 中共防火墙之父承认不敌破网软件 文章上来提到说 2月18号 由北京互联网防火墙支付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方冰兴承认 这个曾经翻阅防火墙去访问被他屏蔽的网站 发现防火墙不敌破网软件 BBC报道了这件事情 这位姓方的校长说 他这样做是为了测试防火墙的有效程度 他在自己的家里的电脑上注册了六个虚拟的专用网络 叫做VPN 目的纯粹是为了检测他所设置的防火墙 但是检测的结果承认 在建墙和翻墙的斗争当中 防火墙似乎略逊一筹 那也就是他自己承认失败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